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粉絲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喂,戰前賬稅不和,這是一個大忌 想不到民主黨選情已經堪憂的時候 只剩下一天時間 節目播出的時候 6月7日 只剩下一天時間 想不到依然有這麼多不好的 消息傳出來 真的蠻嚴重的 究竟什麼事呢? 原來拜登日前在加州 卡爾斯巴德的一場宣傳活動當中 他說了一句話 現在 即使 燃煤供應有保證 亦沒有人 在建設新的 電廠 我們將會關閉美國各地的這些工廠 轉移就會用風能和太陽能 不過這樣說 這句話如果平時的話是沒什麼問題的 是沒什麼問題的 不過 拜登這句話 在美國中期選舉 就快到的時候 掀起了 兩個政治漩渦 首先 拜登 在星期 在5號晚上 在賓夕凡尼亞州 拉票 你知不知道 賓夕凡尼亞州 主要的生產 的一個大的商品 就是 煤炭 和主要消費地 另外 另外 賓夕凡尼亞州 的席位 是兩黨 經常說搖擺賓州 這個是很重要的地方 是一個 重要的州份 還有一個 就是 曼蔭 我們之前介紹過 這個是民主黨的壞孩子 經常跟 民主黨 有意見不合 不過 為什麼 他依然不退黨呢 因為 他應該看到 有 政治利益 保持在民主黨 來自另一個 煤炭大州份 西維珍尼亞州的 參議員曼蔭 真的沒辦法了 他一定要公開對拜登 為什麼 因為 拜登 的這句話 隨時令到他 是沒得做的 八號的時候 可能很糟糕的 那麼他 昨天就說 拜登的言論 令人發指 並且是脫離現實的 同時 亦都是忽略了 美國人 因為能源價格上升 而感受到 嚴重的 經濟痛苦 他亦都說 好像這樣的言論 是美國民眾對拜登 失去信任的原因 而且你要知道 這個州份 煤炭請了很多人 收入很多來自煤炭 你這樣豈不是和他倒米 不敢說 因為 民主黨是 叫做 中間偏左政黨 當然對於綠色能源 當然是有種偏愛 對於環保是有種偏愛 但是會不會這句話 不說會好一點 不過這樣說 他可能會覺得 哎呀我弄了那麼多政策 都是說要 說綠色能源 我肯定要說出來 但是這兩個那麼重要的州份 可能 很糟糕 尤其是萬欣 我覺得他也預料了 當然 萬欣也繼續罵拜登 拜登 根本不理解 有必要是採取全面能源政策 這樣就可以保持我們國家在能源方面的 完全獨立和安全 他的立場 似乎會隨著聽眾和 在實時的政治形勢而變化 他都可以說你是 立場變化為了選舉 是吧 所以 你要知道萬欣是個壞孩子 但是最終的時候 他都是會 很多的大議題上面 不過最後 都會跟回民主黨 但是 你們知道對於一些能源大州份來說 跟我們澳洲 昆士蘭州一樣 工黨 我們工黨也是 希望是 清潔能源 但是 很多工黨的 叫做 選民 在礦區生活 在礦區賺食 煤礦賺食 完全不需要煤炭 逐步 是的 值得一提的是 萬欣 萬欣不是首次跟民主黨唱反調 萬欣長期以來 是民主黨當中的 保守派 反對拜登 以及 曾經支持民主黨推出的多項法案 去年也試過 林鎮賭歌 令民主黨精心準備的 1.9萬億 重建美好法案是受到重挫的 美國的萬欣 我們做過一支節目 沒錯 他一個人 沒錯 他真的很重要 背後 是美國煤炭利益集團 以及 氣候變化法案的長期博弈 拜登的 法案 希望推動清潔能源 推動之後 刺激其他相關的經濟 但是萬欣本人 原來他自己的家族 都是經營煤炭生意 從足獲利 以及西維珍尼亞州 的石油 煤炭 天氣行業 亦有大量 競選的繼續捐款 在這個利益之下 萬欣在2010年 競選參議員時候 反對過 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氣候法案 並且多次都說 我沒事的 我只是為了保護西維珍尼亞州人的利益 萬欣 表達不滿之後 白宮發言人皮埃爾女士亦說 拜登總統 是為了強調美國的流源轉型 總統 的言論就被扭曲 根本 總統的本意不是這樣的 如果 如果任何聽到這些言論的人 感受到冒犯 拜登 都是寫一寫他 不是開玩笑 就說你感受到冒犯 他就沒有道歉 拜登總統對此表示遺憾 拜登上台 承諾 是什麼呢 對 氣候變化和減排方面有作為 而能源 產業是他關鍵的領域之一 電力行業 是美國四分之一 溫室氣體的來源 近來 其實美國的電力部門的碳排放量 講公道話其實都是大幅下降的 因為 公用事業公司是淘汰老式的延門發電廠 之後就用天然氣 太陽能 風力發電 而美國政府的政策 亦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頂他美國政府有 有一些刺激政策 就說自己做得好 但是 中國有什麼補貼 太陽能 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 就是這樣說 貿易的壁 沒錯 但是部分傳統的能源大洲 亦產生了嚴重的政治裂行 好像以萬蔭所在的西維珍尼亞州 因為反對氣候變化等等議題 很多西維珍尼亞州人 其實 是選擇了共和黨 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當中 其實共和黨的 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 是 取得了68.6%的選票 順利取得了這個州 而拜登的選民不足三成 所以 曼蔭在這麼多支持共和黨人當中 做到州長 證明了他跟共和黨的政策 可能是沒有什麼區別 當然了 我們看看 兩年之前 拜登登上大位 2020年11月4日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日子 當時特朗普開局不順利 之後 有些地方 都很緊張 當年的搖擺州份 最終 當然 拜登 登上了大位 其實 兩年過去 當初的選擇 似乎有些人覺得 不是那麼對 11月8日 美國中期選舉在職 高通脹之下 民主黨可否守住在兩院微弱的優勢 我是覺得不可以 不代表本土立場 我覺得不可以 我也覺得不可以 看看你輸多少 你說 眾議院 那究竟是怎樣呢 參議院究竟是怎樣呢 我只覺得這個 西婆應該沒得做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我們看看 拜登 兩年任期 2024年 他有可能繼續選 這次的六個關鍵州份 就引來了很多美國媒體的曝光 在2020年 曾經是 翻轉過的五個州份 即是由 紅 變成藍 當然藍不是香港那些 是指這個民主黨 那有哪幾個州份呢 就有 阿里桑拿州 喬治亞州 或者叫佐治亞州 以及默兆根州 賓夕凡尼亞州 以及威斯汗星州 還有就是 奈華達州 那這些州有多重要呢 他們 都有 多場關鍵的選舉 當然決定眾議院、參議院和州政府的控制權 在這些州的選舉結果 我們也看到 很多的議題相當地尖銳 經濟政策 教育 剛才我們說的氣候 好了 單單看看這幾天 被稱為民主黨最後救命稻草的 歐巴馬 即是 拜登就找回以前老闆出來 幫幫忙 因為歐巴馬的 魅力還在 有很多人都說 他出來助選 比拜登很多 可能也是 因為 我不是 這個歐巴馬 他有幾大實力 是因為拜登 這段時間 就不是 那麼土人喜歡 歐巴馬就是 疲於奔命 在內華達州 阿里桑拿州 賓夕凡尼亞州 狂拉票 尤其是最後 跟拜登在賓州 跟特朗普算是狹路相逢 這些州份 重要的程度 大家都明白 民主黨在國會多數值非常薄弱 其實參議院 五五開 副總統賀錦麗 就有 最關鍵一票 一票 真的是一票 眾議院 細婆佩洛西 對眾議院的控制 都是相當微弱的優勢 今年 所有435個 眾議院議席和100個參議議席當中 有35個 是要重選的 另外 50個州當中 36個州的州長 是將會選舉 共和黨需要51票 才可以 獲得參議院的控制權 不好意思 沒錯 是參議院控制權 在 今年的 35席 當中 奇怪 35席當中共和黨人 有可能會贏20席 民主黨人 可能會贏12席 正下來的三席 就相當地 難分 勝負 共和黨 需要 22個 席位 民主黨需要 14個席位 才可以 贏得參議院 當然 要控制眾議院 一個政黨必須要 擁有435席當中的218席 現在 共和黨目前 又望贏得212席 民主黨 就是又望贏得205席 18席 是相當地刺激的 相當刺激 我們看看 好像阿里桑拿州 上次也挺意外的 阿里桑拿州 是拜登成為 自從 克林頓 贏得阿里桑拿州以來首位 即克林頓之後 首位是贏得這個州份的民主黨的 總統候選人 同時 拜登 和克林頓 是70多年來 唯一 唯一兩個 贏得這個州 民主黨總統的候選人 在這次的中期選舉當中 阿里桑拿州 共和黨 的州長 Lake Carrie Lake 以及 共和黨參議員 候選人 Break Master 他有個胡申符叫特朗普 阿里桑拿州人 蠻喜歡特朗普 我沒有記錯 之前 19時 有人聽特朗普說 用什麼消毒水 金金魚缸 可以搞定19 就好像來自阿里桑拿州 我沒有記錯 值得注意的是什麼 他們 都對 拜登 在2020年 為何會贏得阿里桑拿州 表示懷疑 即是當時 叫做 選舉否定論的 一班 人士 深層政府 沒錯 其實跟阿琛先生那一刻一樣 特朗普兩年前要求重新計票 又說什麼 我沒有輸 那些記憶之下 其實 特朗普 沒得做 但是這班人的實力依然存在 看看 民主黨自己的 叫做友好媒體 華盛頓有報 最近有份分析顯示 今年 參眾兩院 和重要 州 公職選舉的共和黨人候選人當中 其實 有291位是否認或者質疑 上屆總統的結果 佔 569人當中的 51% 雖然 有些人在民主黨較多的地區選舉 預計會失敗 但是 大多數 否認 選舉 被提名人 其實 這班 不相信上次 總統選舉結果的人 其實 獲勝機率也挺高的 所以 這意味著 如果共和黨控制了眾議院 對於 上屆選舉結果 其實 他們 有更多懷疑者 入到這個議會 當然是難叫拜登 是不是也難叫拜登 我們看看 另外剛才我們說的 喬治亞州 拜登在 2020年就贏了喬治亞州 自從 克林頓 克林頓之後 沒有民主黨候選人 在喬治亞州獲得勝利 而克林頓 當時之所以在那裏 以薇約優勢擊敗老布殊 在一定程度上 是跟黑馬候選人 Ross Patrick 的獨立參選有關 其實 克林頓那一次 亦是 赫林頓 亦是 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 唯一一次 在這州獲勝 當然上一輪選舉當中 民主黨人 John Ossoff 和 Rave Warnock 贏了參議院的 議席 將參議院控制權 就肯定了 因為民主黨人贏了 就有控制權在民主黨人手上 現在 他就是要跟 一位 美式足球明星 就是Walker 是要 有一拼 這個人物 都挺過癮 很有爭議 但是他的職業生涯 很亮麗 在美式足球當中 很亮麗 之後入了商界 他是非裔人士 他 亦都在 Trump 先生支持之下 競選喬治亞州的移籍 現在基本上是五博 五博 當然 奧巴馬之前 亦都去了喬治亞州站台 因為喬治亞州 非裔選票很重要 非裔選票很重要 當然奧巴馬也算是非裔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密歇根州 特朗普在2016年 成為 至1988年老布殊以來首位 贏得密歇根州的共和黨人 在2020年 拜登以不夠15.5萬票 為民主黨贏了密歇根州 但是這次 亦是相當的 這次也有些敏遂 因為之前那些人咬得那麼緊 現在 拜登弱勢時候 究竟 慢一點 慢一點 敏遂一點 我也覺得敏遂一點 所以現在 還跟晚蔭罵了 不過這麼說 晚蔭就算贏了 也 也不一定是跟你投票意向一樣 不過 戰前 黨人在戶隊 其實難看一點 以及傷了士氣 傷了士氣 說一下最重要的 搖擺賓州 2020年 拜登令到賓夕凡尼亞州 重新回到民主黨的陣營 其實 在2016年 特朗普以微弱優勢贏了賓州 但是 之前其實 這個州連續六次的選舉投票當中 都投了給民主黨 賓夕凡尼亞州 也被稱為 美國 最受關注的 參議員和州長選舉的一個州 在美國的 總統選舉當中 擁有20張選舉人票去賓州 其實 一向都被 兩黨視為一個最關鍵州份 因為它是一個指標性的州份 如果贏得賓夕凡尼亞州 一般來說就等於贏得大選 有一錘定音的感覺 在2020年 大選前夕 其實特朗普 從北到南 在五個州 是接力巡演的 其中就包括賓夕凡尼亞州 而拜登當時 索性 將 最關鍵的最後48小時 就坐鎮賓州 兩天內 在這個州 都頗辛苦 兩天內 以當時年紀都不用了 兩天內 在這個州舉辦了五場大型的選舉活動 其實這次中期選舉 賓州仍然是 最重要的一個戰場 但是 也不是那麼樂觀 也不是那麼樂觀 希望 怎樣都好 最重要是公平公正 我們就沒有什麼立場 因為 大家都覺得 拜登 是很軟弱的 特朗普做了 不是 過去這兩年 拜登 他用的招數更加地 狠 但是他就是 是否應該叫笑面虎 他好像是懵吵吵吵 真的不是,他也是相当狠的角色 他的嘴巴不会如何 未持牧师,他好像一个grandpa 金先生说到这么夸张的肢体动作 如何这么凶狠的就没有,但他做事很凶狠 没错了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各位再见